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为大家带来一部奇幻电影《怪物》 讲述的是一个人类怪胎控制心灵的故事 在日本的一个小镇上,有这么一个奇怪的小孩 他刚刚出生,便遭到了父母的嫌弃 父亲还曾经试图了结儿子的性命 母亲为了保护儿子,用眼罩遮住了他的眼睛 提醒他,要待在一间屋子里面不要出去 作为补偿,送给了他一本漫画书 谁知,父亲还是找上门来,强行要带走母亲 这一切都要源于他的超能力 从他出生的那一刻,他便拥有了可以控制别人的能力 凡是进入到他的视野中的人,都会被他操控 宛如一个提线木偶,事后也不会留下任何记忆 他的父亲曾经试图杀死他,每一次都被母亲保护了起来 这一次,他控制了父亲,并结束了他的性命 母亲看到这一刻,也试图要结束他 但他用超能力将母亲控制 犹豫再三之后,他还是无法下手 拖着娇小的身躯,消失在茫茫人海中 时间转眼来到多年之后 为了方便,暂时称呼他为无名 这么多年,无名依靠自己的超能力 控制别人得到银行的钱 在人类世界尽情地造作 对于这个世界而言,无名是不存在的 被操控者没有人会记得他的样子 超能力即使神赋予他的礼物 同时也是一种惩罚 每一次都用超能力,他的身体都会被蚕食一部分 这么多年的能力使用,无名的一条腿已经消失 这一天,无名照例使用了超能力 眼前的数百人在一瞬间静止不动 可是,有一个男人依然生龙活虎 依旧搬着家具随意则动 这令无名十分震惊 这么多年来,还没有遇到过有人能够脱离他的控制 为了能够验证他神一样的地位 无名尝试重新控制神秘男子 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神秘男果然不受控制 无名一时间发慌到想哭 怎么会有他控制不了的人 正当无名陷入沉思时 神秘男突然被车撞飞 如此剧烈的撞击 不撕也是个残废 无名也算犯下了心中的顾虑 晚上,隔着大楼控制对面加班的上班族 试图让他们集体自杀 以证明他拥有神的力量 好在他的神力并没有消失 另一边的神秘男名为田中 车祸导致他身体多处粉末性骨折 换做平常人 没有个十年八载很难恢复 而田中只需要两天便能下地行走 和车祸前没有什么区别 撞他的人是一家乐器店的老板 虽然是一间公司的社长 可是穷得一批 公司只有他和女儿两个人 由于没有钱偿还田中 正巧搬家公司辞掉了田中 他提议雇佣田中在这里工作 平常不仅可以工作赚钱 到时候还可以将嫁不出去的女儿送给他 田中工作赚的钱 岂不是都要作为彩礼重新还回来 一举两得,高深的套路 单纯的田中就这样白白地帮人贬费打工 这一天,田中的朋友和女主云精一家聚餐 碰巧被无名发现他居然还活着的事实 为了验证自己神的地位 他控制了屋里的所有人 唯独田中能够自由活动 丝毫不受掌控 田中对眼前出现的神秘男子很警惕 本打算询问无名的意图 没想到被控制的大家死死地抓住了田中 老板更是在争斗中被女儿推下楼摔死 但是云精并不知道是他亲手做的 这件事情惊动了当地的警察 其中一位是田中小时候认识的熟人柴本 田中在小时候全家开车出去游玩 半路发生了意外 父母包括弟弟都不幸去世 只有他自己身体比较特殊 幸存了下来 从小他就知道 他的身体受伤后恢复得很快 平常基本不会有感冒发烧的问题 老板突然死亡的事情 恰巧被平板给拍到 但是不能给警察看到 因为没有办法解释云警推人的事情 于是他们打算将视频重新剪辑之后报警 就在此时 吴明再次出现在他们的屋里 吴明对无法控制田中的事情耿耿于怀 此次前来带了两个镖形大汉 打算杀掉田中 一场混战中 一块木板砸到了吴明脸上 让他暂时失去了控制大汉的能力后 拖着餐腿一路逃跑 田中紧随其后 经过一番混战 一圈将吴明打倒在地 拖着吴明一起来到了警局 将刚才发生的曲折离奇的事告诉了警察 然而吴明在警局控制了两名警察 在警局开枪射杀田中 好在的是田中是肉盾选手 几下就打晕了被操控者 吴明之所以要杀死田中 是因为他害怕田中 他从警察局跑到大街上 控制了街上的所有人要杀死田中 依然无法阻挡进攻型选手田中 最终田中为了救下被扔下的婴儿 从高空摔落 还被用花坛压入了身体 然后对着田中说他不允许田中妨碍他的生活 这就是他的世界 明明是你主动找的田中 咱们就这样随意甩了锅 好任性 柴本通过监控发现了吴明的超能力 他命令手下对这件事情一定要保密 他们分析 吴明和田中都是人类的变异人种 也就是将会替代人类的新人类 只不过现在的人类世界成为了异类 晚上派人将吴明的住所彻底搜查 不过这些人都是要领便当的人 本来吴明拿走自己的漫画就会安忍离开 可对讲机却称呼他为怪物 这令他十分生气 一怒之下杀害了数十名无辜的人 柴本由于在角落 躲过了一劫 发生了这么多血型的爆炸性新闻 身为吴明的妈妈终于按捺不住 告知了警方吴明的底细 在家中安排了很多警员等候吴明 但是都没有起到什么有效作用 依旧被吴明操控折磨 吴明在这些年 不知道回来母亲家多少次想要杀了他 他恨自己的母亲 为什么要生下他 让他在尘世间如此痛苦地活着 吴明举起颤抖的手枪 心如刀割 最终他还是没有办法下去手 紧紧地抱紧了妈妈 在母亲的怀里痛哭不已 这次前来是要在妈妈的怀里死去 正当他举枪自杀时 田中打来了电话 这让吴明很震惊 为什么你还活着 明明受了致命伤 却还能在短时间复原 他告诉田中 他只想安静地活到死罢了 田中也终于明白 他的存在 或许就是为了阻止吴明而存在 顺便也教教吴明生存的意义 两个人相约来到一个大剧院见面 吴明不仅没有当面出现谈判 反而变本加厉 残害了大剧院的无故观众 殊不知 柴本通过云警得到消息 用枪在背后暂时控制了吴明 柴本作为旧人类 他认为 吴明这么做的目的是消灭旧人类 让吴明这种变异新人类统治世界 他打算杀掉吴明之后 再解决掉田中 可惜的是 吴明通过反光控制着柴本 柴本从高空跳落追亡 警方派遣了大量武装守候吴明 然而没有任何软用 照样被控制的服服帖帖 由于吴明的超负荷运作能力 他的身体支撑不住 开始大口吐血 田中无意中发现了掉落的漫画书 正是当年吴明妈妈送给他的 封面上写着几个硕大的字 正是吴明的名字 电影中只看到结尾的野字 具体吴明叫什么名也没有说 也有可能是滕渊龙野 当吴明从高空跳落时 田中紧随其后跳了下去 紧紧地抱住了吴明 田中对于吴明而言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在保护他的人 他第一次让吴明对这个世界感到了温暖 能够遇到田中 吴明感到很幸福 在电影的结尾 吴明被五花大绑 针枪实弹看守 眼睛还被遮上 即使在这种环境下 他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 那就是田中最近怎么样 而田中也没有死 现在正坐在路边 看着吴明的漫画书 故事到此也告一段落 本片看的是十分过瘾 值得一看 不知道会不会出现第二部 我很想知道 吴明的真实名字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